这是日本人在东海最丢脸的一刻 日本军舰擅闯我钓鱼岛海域 被我国一艘普通民用渔船重创 近6000吨位的巡逻艇被硬生生撞出了一个大坑 2010年9月7日 我国敏进于5179号渔船 在东海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捕捞时 遭日本海军一艘驱逐舰 两艘巡逻艇围困 为了维护祖国领土主权 保卫钓鱼岛 敏进于5179号渔船 毅然撞击日军水城号巡逻艇 使其遭到重创 令日本海军颜面尽事 那么这艘渔船的主人是谁 他为何敢做出此番一局 这位英雄事后怎么样了 麻烦您点个关注 我们继续精彩内容 1969年 我国福建省深户镇某个村庄的一户渔民家庭迎来了新成员 一个名叫詹奇雄的男婴姑姑坠地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男孩日后会成为保卫钓鱼岛的英雄 詹奇雄十来岁时便能熟练地出海捕鱼 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船长 掌舵渔船乘风破浪 由于老师肯干记忆精湛 他的海鲜订单功不应求 大部分时光在渔船上渡过 船长詹奇雄就这样在祖国的东海海域渡过了自己的青壮年时代 步入不惑之灵 直到一次突发事件打乱了他平静充实的生活 2010年9月7日 十年41岁的詹奇雄驾驶 敏进于5179号渔船出海 前往钓鱼岛附近海域打捞海线 这是一艘吨位约160吨的渔船 船员共计14米 钓鱼岛周边海域詹奇雄一行人来过上百次 当日风平浪静 天气极好 轻车熟路的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这次捕鱼之旅会出差错 上午九十左右 詹奇雄正在指挥捕捞活动 忽然通过雷达发现一艘陌生船只 正朝钓鱼岛方向前进 船只越来越近 待看清对方的番号时 渔船上的船员们一下子紧张起来 那是与纳国号日本海军驱逐舰 钓鱼岛是祖国无可争议的领土 日本军舰竟大摇大摆长驱直入 引起了船员们的集体愤慨 更加过分的是 对方舰敏进于5179号没有掉头 竟然嚣张地用汉语喊话 贵船现在做的行为 是在日本领海内不存的 日方这几句话 彻底点燃了船员们的怒火 民进于5179号渔船全员达成一致意见 绝不后退一步 共同保卫祖国钓鱼岛主权 与大吨位驱逐舰相比 民用渔船体量实在吃亏 民进于5179号渔船排水量 仅为日本驱逐舰的十分之一 航速更是不及对方一半 但是民进于5179号上的船员们 没有丝毫胆怯和日舰长久对峙 日方舰僵持不下 就用战舰船尾向我方渔船撞击 结果出乎双方预料 由于日方舵手方向失准 我方渔船毫发无损 日军驱逐舰反倒折断了自己的伪篮 恼羞成怒的日军舰长谎称遭遇敌军 向军事基地发出求援信号 日本海军派出水城号 波罩号两艘巡逻艇 三艘日军战船将我国渔船团团围住 为了逼退民进于5179号渔船 日军巡逻艇打开了高压水炮 湍急的水流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我方渔船动弹不得 随时有沉默的威胁 事宜至此 船长詹骑雄抱定了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 大喝一声 跟他们拼了 然后开足马力 渔船全体船员击打船舵 撞向日军水城号巡逻艇 只听得一声巨响 仅6000吨位的战艇 就这么被一艘小小民 用渔船撞出了一个一米长的大坑 还有五六道围栏扶手被折断 气急败坏的日军 立刻开始对闽禁于5179号渔船穷追不舍 下午13时许 闽禁于5179号渔船被日渐逼停 日军6名保安官强行登上我国渔船 通过武力手段将船长詹骑雄 及渔船上14名船员扭送上岸 詹骑雄一行人被非法扣押 在冲绳县石原港 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 渔船撞击军舰成了外交大事件 颜面扫地的日本人为泄愤 以妨碍公务罪判处詹骑雄长期监禁 面对这份荒唐的判决 詹骑雄竟显中华人女本色 他坚称 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有罪的不是我 是擅闯我国领海的日本军舰 我绝不认罪 不做千古罪人 面对詹骑雄的油言不尽 日本政客们纷纷叫嚣严惩手握 我国政府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不但第一时间开始展开营救行动 外交部和驻日大使馆还共同向日方施压 日本政府出于外交考虑 同意解除对14名船员的扣押 但对于首恶詹骑雄 日本政府表示绝不姑息 摆出强硬姿态拒绝放缓 日方摆出了强硬架势 我国偏不吃这一套 态度更加强硬 一事之间 双方剑拔弩张针尖队卖忙 世界各国纷纷吃瓜看戏 等着哪方线索 日本迟迟等不来美国爸爸的撑腰 逐渐不负最初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 另一边 我国外交人员已经把事情捅到了联合国 争取到了很多国家的舆论支持 9月21日 我国外交部 国防部正式向日本下出最后通牒 日本政府涉及刑事 同意更改判决 但要求詹骑雄缴纳1429万日元罚款 只不过日本还是不敢和国际主流舆论对着干 在各国一致谴责下 日军同意放缓詹骑雄 9月25日 在被日方非法扣押整整17天之后 詹骑雄终于成功回到了祖国 这日凌晨 一架由我国外交部派出的包机从日本冲绳县飞回 在福建省福州机场平稳落地 一位身形魁梧 气宇轩昂的男子从机舱走出 面带笑容比出V字胜利手势 这个男人正是英雄船长詹骑雄 家人朋友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赶紧上前与他热烈拥抱 福建省领导们也亲自迎接 詹骑雄回国后受到了极高规格的礼遇 成了当地的明星 这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英雄应得的 可他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在被日本扣押的十七天里 詹骑雄的祖母牵挂孙子安危 一时急火攻心 在9月8日不幸逝世 这成了詹骑雄心中过不去的卡尔 他永远不能原谅日本人 詹骑雄也成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心病 他们称詹骑雄回国是大日本国旨 殊不知可耻的是他们自己 钓鱼岛是一座未出我国东海海域 离浙江省温州是很近的小岛 从隋唐时期开始归属我国管辖 自古以来都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随书琉球国传 终将钓鱼岛化归到琉球群岛范围 清代皇清中外一统渔图 终将其称为钓鱼羽 归属于台湾群岛 无论是史书还是政府发布的版权地图 都明确宣示了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可是中日甲午海战后 腐朽的清政府将宝岛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钓鱼岛作为台湾群岛的一部分 也因意志马关条约 被蜻蜓割让给了日本政府 日本当局为永绝后患 强行把钓鱼岛化归道冲绳群岛管辖 以求名正言顺 人心不足舌吞向 日本野心愈加膨胀 继续觊觎我国领土 先是悍然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 1937年更是变本加厉 开始全面清华 日扣的狼子野心很快被现实狠狠打脸 他们在中国节节败退 1945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 领土问题得到全面清算 钓鱼岛同宝岛台湾一道回归了祖国的怀抱 美国人为了抑制新中国的崛起 二战后开始扶持日本充当东北亚桥头堡 收买狗腿子自然要给好处 美国人借花献佛 同日本政府私下勾兑 许诺钓鱼岛领土利益 1953年12月25日 美国政府颁布第27号令 对东亚海权问题指手画脚 狡猾的美国人不敢触及中国底线 暧昧地声称从地理角度看 钓鱼岛隶属于冲绳群岛 狗腿自日本得了意 拿着鸡毛挡令箭 竟称他们对钓鱼岛有无可辩驳的主权 为了保卫领土 我国外交部 国防部利用多种手段周旋申明 民间也数次发起保钓运动 如今的中国 早就不是百年前那个鸡贫鸡弱的东亚病夫了 1894年9月17日 中日甲午海战 爱国英雄邓士昌带领清军支援号战舰 和日军基野号战舰同归于尽 200余名海军将士 是与战舰共存亡 以身殉国 2010年9月7日 钓鱼岛周边海域 福建渔民詹棋雄帅 敏进于5179号渔船守护祖国钓鱼岛 小小渔船重创日军战舰 仰我国威 一击撞断日本海军尊严 从1989年到2010年 我国渔民遭受日本军方暴力侵害 非法扣押案件近400起 25名中国人死亡或失踪 800余人曾被武力攻击 这一笔笔的账我们都记得 连同那尘封已久的百年屈辱时 每个中华儿女都不会忘却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物为言之不欲 20余年的韬光养晦 换来了焕然一新的中国海军 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舰队 自己的航母 这些都是维护祖国海权和国家尊严的底气 中华儿女维护的 不仅仅是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海洋主权 也是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稳定和安全 时至今日 日本海军以不足为惧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中华儿女舍生忘死的爱国精神 一直都在 但祖国任人鱼肉的屈辱历史 绝不会再次上演 祖国海军的未来 中华儿女的未来 定会在更高 更远